假如这张图片我把大小设定成宽度是50 然后宽度高度就跟着一起改 确定 他希望这一张图片也是相同的设计 这时候按哪一个快速键 F4 假设这我换成是5公分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F4 有看到吗 就是这一个我的宽度设定好 宽度假设我今天把它改成10 宽度改成10 然后接下来呢 这张图片F4 它就会放大 你看这边宽度是不是也改成10 等比例是它这里面 它预设锁定成宽比 这样子的话 假设我们今天抓进去的图片 本来大小应该会不一致 现在放在我握的文件里面就会一致了 像这边是不是9.7 假设我把它改成8公分好了 8公分 这张图片宽度是8公分 那我这张图片 我会点一下F4 它就变成宽度是8公分 好 这个F4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还有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打小美小美 好 然后现在我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你记住我刚最后储存档案前 我做了一件事 我就输入小美小美 对吧 好 我现在把这个我的档案通关掉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重新打开刚刚那一个 Office 2010 TIFF 40招 在下载里面 一刚开始打开这份文件 它是不是停留在一刚开始文件的开始处 请问你会不会想要跳回去前一次存档前那个编辑位置 例如说好了 假设你有一份文件 你可能要花五天来去编辑完 然后假设你今天做到某一个程度 然后你跑去开会 那你离开位置前 你是不是会存档 然后关闭档案 那你开完会 回来假设要继续编这个文件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刚刚编到哪里 Shift加F5 是不是快速跳到小美小美 所以Shift加F5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 值得你们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这个文件编辑 上一次文件编辑的位置 Shift加F5 可以快速找到 再来我想要跟各位谈那个放大字形 例如说这个小美小美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字是12 如果你刻意要把这个小美放大 其实它有快速键 这个快速键是Ctrl加大于的符号 所以就是Ctrl Shift大于 不对我记得好像是不能用猖截数吧 选到这个字Ctrl Shift这样子 就是不可以用猖截数吧 就是你要改成那个因素的情况之下 然后Ctrl Shift加大于 好可是它确实有提供这个快速键 因为我想快速键跟你们提一下 那当然如果是Ctrl Shift大于是放大字形 那Ctrl Shift小于就缩小字形了 好就大概就有这两个 一个是大于一个是小于 那接下来还有有可能会上标志 一样在那个因素的环境之下 我们用那个Ctrl Shift跟加 它就变上标志了 那个小美是不是就变很小 那请问下标呢 不是 再按一次就回来了 因为那个上标下标 它只有二选一 它不像那个字形放大 12变到14 14变到16 16变到18 它有很多种选项 上标下标就只有两种 所以Ctrl Shift加 它就又回复回来了 我这边是要特别告诉你们 就是说 就是它里面如果只有二选一的 两种选择一种的选项的时候 那原本怎么做 后面就是怎么做 可是如果它的选项有很多种 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大于配小于 好那这个是上标下标的快速键 正确的使用方式